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我经常批评拜登的政策左右摇摆 很多观众不同意 我们最近看到拜登的政策又在摇摆了 比如说拜登的加税政策 比如说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都在摇摆 拜登现在说基础设施建设计划2.25兆 我是可以妥协的 妥协到什么程度呢 共和党开出一个价码 大概是7000亿美金 拜登还在摇摆 比如说跟伊朗的谈判 伊朗放出风声说美国愿意付出70亿 就把伊朗在美国的资产70亿解封 还给伊朗 然后伊朗放四个美国人 美国说没有这回事 反正这些政策都在摇摆当中 而最大的摇摆就是拜登的难民政策 拜登本来在竞选的时候说 他的难民政策要以改川普过去的方向 要增加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今天我们看到在法国 二十几个退休的将领 联名写信给总统马克龙说 法国军队现在应该介入法国 目前社会所发生的毒狼式的恐怖袭击 令到很多法国的政治人物认为 在民主国家军队是应该中立的 而军队的退休将领 说他们要介入这个事情 说明军人干政的苗头已经出现了 军人干政对民主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法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危险的信号呢 很简单 因为过去由默克尔主持的 欧洲的中东难民政策 令到大量的中东难民进入欧洲 现在欧洲每天都几乎发生 这种毒狼式的恐怖袭击 有些媒体刻意的把它隐瞒下来了 而这种毒狼式的恐怖袭击 令到整个欧洲的社会陷入了一片恐慌 现在拜登要调整难民政策 难道美国将来也要像欧洲一样 经常发生一些毒狼式的恐怖袭击吗 其实拜登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已经令到联邦调查局在边境 已经逮捕了两个在他们的名单上的恐怖分子 如果今后扩大这个来自中东难民的人数的话 结果会怎么样呢 所以拜登在这个竞选的时候 他说要扩大这个人数 等到他上任了 布林肯就说恐怕本个财政年度 我们没有办法提高这个难民的这个上线人数 实话一出就受到了民主党党内的激进派的 强烈的这个反对强烈的攻击 所以现在拜登说 他准备要把来自中东跟北非 以及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难民 包括欧洲难民要提高人数 提高到四倍 所以这么多的难民进入美国 拜登的政策又在左右摇摆 包括我们刚讲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拜登说要特赦非法移民 然后边境出现了这个边境危机 接着呢 拜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说 我们要用强硬的手法来对付这种非法移民 并且要用这个起诉的形式 我们看拜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 把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给往另外一个方向修改了 但是话音刚落 美国的司法部又说 以后不能够用联邦的手法去对付各个庇护城市 要改川普过去联邦不拨款给庇护城市这个做法 同样是拜登的内阁成员在非法移民政策上 就已经左右摇摆了 难道拜登的政策不是在左右摇摆吗 但是今天我们聊的并不是拜登的政策左右摇摆 今天我们聊一件大事就是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了 为什么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这件大事呢 因为它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 简单的说人口普查的结果 共和党占优势的州获得了更多的国会众议员的席位 而民主党控制的州失去了国会众议院的席位 那么大概是相差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加州就失去了一个众议院的席位 而德州得到了两个众议院的席位 这种势力的对比 大概共和党主导的州多了六个席位 民主党主导的州少了六个席位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主政的州会少了这个席位呢 是因为这个州的人口调查的结果 它的人口减少了 比如说我们加州 我们加州的人口 据说自从加州建州以来 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减少的这个现象 大家还记得在2020的人口普查当中 川普跟民主党的国会政治人物 争议的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吗 就是要在人口普查当中 问你是公民吗 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问 川普说要问 民主党说不能够问 为什么呢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 因为如果不问的话 那么非法移民这个群体 就会被统计进加州的总人口 这样加州就可以因为总人口的增长 令加州获得更多的众议院席位 在人口普查之前 我们加州总共有55席众议院席位 换句话来说 在总统大选当中 加州也会有55票选举人票 这是民主党一个非常大的资源 所以不问你是否美国公民 就可以令非法移民被统计进来 这是民主党人想达到的目的 最终民主党人达到了这个目的 在人口普查当中 没有问你是否公民的问题 但是即使没有问这个问题 加州的人口也下降了 最搞笑的是纽约州 纽约州的人口也下降了 所以他少了一席众议员的席位 那么纽约州少了多少人 令到他们少了这个众议员的席位呢 差85个人 如果他再多85个人的人头的话 这个席位就不会丢失 所以在这次人口普查当中 像这个纽约州 加州 这些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 在大选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州 都少了他们的席位 佛罗里达州 德州得到了席位 那么很明显 现在因为民主党主政的州的政策 令到大量的人口迁出 在这个人口普查当中 也有一些民主党人主政的州 获得了席位 比如说我们北边的俄勒冈州 俄勒冈州过去是个摇摆州 但是近十年它已经慢慢变成了 被民主党政治主政的一个州 大家还记得在这个黑人的命 也是命这个社会运动过程当中 俄勒冈州发生了最多的暴力事件 俄勒冈州作为民主党人主政的州 为什么会多了一个席位呢 这是因为我们大量的加州人 迁移到那个地方居住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俄勒冈州有一个社会运动 这个运动的名字叫 加州人滚出去 因为大量的加州人进入俄勒冈州 把俄勒冈州的房地产给炒了起来 我们加州的房地产很贵 我们把加州的房子卖掉到俄勒冈州 可以买一个很好的房子 所以人口迁徙的情况 说明了一个问题 越来越多的选民 对民主党的这个错误政策 越来越不满意 那么这是这是人口普查 美国的人口普查 带来的这个政治变化的局面 这个政治局面的变化 会令到共和党在2022年 一定会夺得国会众议院的多数议席吗 未必 为什么呢 虽然这些共和党人主政 都多了很多议席 但是这还要看到2022选举的时候 拜登政府的表现 这也会直接影响民众把票投给谁 最近前总统川普又出现了 我们知道川普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川普出现了 就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讲到他2024年会不会参选美国总统 川普的原话是这样的 他说我100%的考虑 2024年要不要参选美国总统 但是到了很多中文媒体 这个考虑就不见了 变成了我100%的会参选美国总统 你以为这是因为英文翻译成 中文过程当中一些错误吗 并不是 有些中文媒体是故意把那两个字省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川普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 川普很难得到美国中间选民的认可 如果今天川普确定 他要代表共和党来参选美国总统的话 很多中间选民不会把票投给共和党 所以这是很多中文媒体 或者左派媒体希望所达到的目的 川普正在考虑 要不要2024参加美国总统的选举 川普讲得很具体 并且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他也有想法了 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为什么川普把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定为他2024如果参选总统的话 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因为最近佛罗里达州 有很多政策的推动 令川普十分满意 其中一个就是对于选举法的修改 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州 有很多州认为选举是有争议的 那么所以很多州也在修改选举法 过去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乔治亚州打响了第一枪 乔治亚州在2020大选当中 是一个最有争议的州 所以乔治亚州修改选举法 是第一个成型的州 那么这个选举法的修改的内容 当然就是针对所谓的邮寄投票 而这次佛罗里达州 修改选举法内容也一样 针对邮寄投票 针对邮箱的摆放 针对申请邮寄投票的方式 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 如果在佛罗里达州 你要申请邮寄投票的话 你必须每年都申请 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年申请了以后 我都是邮寄投票 我不可能自动获得 邮寄投票的这个权利 再有你申请邮寄投票的时候 必须要附带一张 有照片的身份证明 为什么这么多州 都把这个修改选举法的重点 放在这里呢 很明显 因为2020的总统大选 出现这么多争议 就是因为邮寄投票的问题 所以现在佛罗里达州 修改了这个选举法之外 佛罗里达州最近还推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是什么呢 这个法案的内容就是规定 大型的社交媒体 不能够随意封杀某个政治人物 很明显这是针对推特封杀了 川普的账户这个事情而来的 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规定 如果大型的社交媒体 封杀政治人物的账户 如果这个政治人物是 州一级的政治候选人的话 当然包括联邦的政治候选人 如果有哪个社交媒体 敢封杀他的话 每天罚款25万美元 那么算一算 如果一年365天的话 大概罚款将近一个亿 这个法案已经在 州的参众两院通过了 而佛州的州长 已经把它签署成为法律了 那么像这样的相关的法律修改 明显对共和党 在2022的选举是有利的 所以川普觉得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做得不错 他已经把它标定为2024 如果他选总统的话 副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川普真是在2024 会再次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选举吗 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讲 一个层面就是川普现在在 共和党的支持度没有人可以比 大家还记得前副总统彭斯吗 彭斯因为不愿意在国会参议院 通过选举人票的这个确定的时候 推翻选举人票的结果 所以跟川普翻了脸 但是彭斯还在尽一切努力 希望修补他跟川普的关系 那么川普跟彭斯真是翻了脸吗 虽然川普没有把彭斯定为他2024 如果选总统的话的副总统候选人 但是川普跟彭斯之间还是有互动的 据说彭斯前不久做了一个小的心脏手术 在做完手术之后 川普还是有主动打电话给彭斯问候 这是彭斯在一个公开活动上 自己主动讲出来的 那么彭斯虽然不能成为 川普属意的副总统候选人 不过彭斯对政治前途还是有他的寄望 所以他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最近在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 他也一直表态自己有意参选 2024的总统大选 彭斯在未来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其实现在共和党除了川普之外 还有很多政治人物对2024的总统大选都有兴趣 这里边除了这个前副总统彭斯 前国务卿蓬佩奥之外 还有佛尔里达州跟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都表达了这个态度 那么现在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这么高 川普是不是就一定会成为 2024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其实也未必 一方面川普在共和党内有很高的支持度 任何一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都没有办法离开川普的政治光谱 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政治现实 没有办法回避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说了川普身上有很多个人特质 是没有办法团结中间选民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川普在2024 还是共和党唯一选择的话 这对共和党的2024的选举 其实并不利 川普成为2024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这也是左派也是民主党希望看到的现象 因为他们知道川普争取不到中间选民的话 民主党就可以推出像拜登这种所谓的 政坛当中的温和派吸引更多的选民 把票投给民主党 2024还有很长远 那么2022的中期选举怎么样呢 刚才我们讲了 现在2022的中期选举 已经有很多政治人物已经在启动 准备要参选2022的国会众议院的选举 如果2022的中期选举 共和党能够重新夺得国会众议员的多数席位的话 那么参议院恐怕共和党也能够重新获得优势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 民主党人占了这个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并不大 那么有些说法不一样 有些说9票的优势 有些说11票 因为这里边包括了有些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 在任期内去世了 要重新补选 补选的结果 如果是共和党拿到这些席位的话 那么民主党的优势就会不断的缩小 比如说最近在德州就进行了补选 德州有一位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 在任期内去世了 那么德州的补选 让我们看到2022在美国的中期选举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德州在选举当中 总共有20几位政治人物参加了这一席 国会众议员议席的补选 结果共和党人夺得了头两名 换句话来说 在决选当中就会有两位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在他们当中决出所空缺的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席位 那么共和党这一席没有被拿走的话 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跟共和党的议席的优势就不会拉开 这个议席不会拉开 就为2022中期选举奠定了一个基础 如果2022共和党能够夺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任何一个院的这个控制权的话 拜登的施政恐怕就会出现问题了 我们知道拜登前不久 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他任内的第一次讲话 当时正好他执政100天 在讲话当中 民主党人给了拜登足够的掌声 但是共和党人对拜登的讲话马上提出了反驳 反驳的要点是关于拜登的所谓很多经济计划 现在拜登又推出了一个美国家庭计划 开支1.8兆 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习惯了拜登上台之后 推出的所有计划都是多少兆多少兆开支 问题是这个多少兆多少兆的开支 背后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要加税 加税对于美国工薪阶层到底有没有影响 拜登在这个讲话当中说 绝对不会加收入40万以下美国人的税 拜登这话是真的吗 我恐怕拜登的讲话里边 包含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首先我们说40万这个标准 是指家庭收入呢 还是指个人收入呢 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位专业人员 各自的收入20万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收入在美国的专业人员当中 是很普通的收入 如果是家庭收入的话 那么这个家庭必定会受到拜登加税的影响 那么哪怕是如果是拜登把这个标签为 如果家庭的收入在40万以下 不会加税的话 我们要问的是 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也好 拜登的家庭计划也好 纾困计划也好 这些等等的计划大家看在国会通过了 大家以为就就此结束了吗 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如果国会通过的话 其实美国各州的地方政府 也要拿出相应的钱来配合联邦这个开支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才会得以实施 如果美国各州都要拿出相应的开支 来配合联邦开支的话 请问各州政府的钱从哪里来 比如说我们加州 除了加税之外 加州政府难道还有什么良药吗 其实讲要加税 大家不要只看这个什么企业税 个人薪资收入税 加税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销售税 我们加州的销售税 从2008年开始 金融海啸开始已经一家在家了 未来如果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按现在2.25兆这个方案推出的话 加州加税是次在难免 而加税最大可能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销售税 还有一个就是汽油税 今天如果你在加州加油的话 恐怕最低档的汽油 也要4块钱以上了 如果在其他州 现在充其量是3块钱左右 为什么加州的汽油这么贵 就是我们加州的汽油税 就是我们加州的汽油附加费 特别高 接下来如果拜登通过了 这么多兆的开支的话 加州难道不会加税吗 肯定会加税 所以拜登说 只给40万以上收入的人加税 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 我个人觉得 这里边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如果在2022中期选举当中 因为美国人口调查所带来的 这个政治版图的变化 共和党重新掌握了 众议院的多数议席的话 拜登这些开支计划 恐怕就一定会受阻了 比如说拜登准备推出的 这个2.25兆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按道理说 拜登上任之后 已经在头一年 通过了1.9兆的纾困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已经是被民主党人 所谓的调和方式 就是在众议院 参议院都以少数多数表决就可以通过 这个重大开支法案 一年只能用一次 现在民主党人准备在国会两院再一次使用 这就打破了美国历史上的惯例 如果我们说这个惯例可以被打破的话 那么下一次又是哪个惯例被打破呢 其实民主党人知不知道 2022中期选举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有更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来自拜登两年施政的 给美国带来的经济的发展的变化 如果拜登两年的施政政策通过加税 并不能够令到美国经济好转 并不能够令到美国选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话 2022民主党人一定会在选举当中遭受挫败 这一点民主党非常清楚 而到了2022年 因为各州修改了选举法 还能不能像2020总统大选一样 通过这个所谓的邮寄投票 来让民主党获得胜利呢 民主党人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疫情在美国的疫苗注射普遍 越来越多的时候 疫情将会在美国慢慢减退 当民众的生活恢复正常的时候 通讯投票一定会减少 所以民主党最近又出了一招 这招就是要把华盛顿特区 变成美国第51个州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华盛顿特区本来就是美国一个行政单位 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州 有什么问题呢 无非就是我们的首都在那里 事情绝不这么简单 如果把华盛顿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话 直接带来影响是什么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会多一位众议员 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会多两位参议员 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 任何一个州 无论你的人口多少 你都在参议院有两席的席位 所以华盛顿特区 如果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话 这里就会出现两位参议员的一席 而华盛顿特区 现在是民主党的势力占优势 在2020的总统大选当中 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特区里边的选票 有80%投给了拜登 所以民主党很清楚 只要能把华盛顿特区 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话 未来民主党在参议院 就会多两席 现在参议院是50席对50席 那么如果在投票当中 势均力敌的话 副总统克锦丽 可以投下关键的一票 这是民主党如意算盘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很危险 比如说拜登的加税计划 就受到了民主党的 国会参议员的反对 比如说民主党想把这个 华盛顿特区变成美国第51个州 也受到了国会参议院 民主党人的反对 反对的这位民主党参议员 叫曼钦 曼钦说 拜登的加税计划 会伤害到美国的商业 那么这对我来说 是很难接受的 曼钦说 如果要把华盛顿特区 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话 那么我觉得 应该进行全民公投 现在民主党 在国会参议院的形式 就是这样 只要有一票 民主党的参议员 投反对票 民主党的很多法案 就不要想 用简单多数的方式通过 更不要说 要获得60票的优势通过 那么民主党 很多法案都不能通过了 这里面包括了 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包括了拜登的 1.8兆的家庭照顾法案 这里面也包括了 要把华盛顿特区 变成第51个州的法案 这些需要得到 大多数国会参议员 通过的法案 通通都不能通过 况且民主党 还有很多很多法案 要在拜登施政期间要通过 比如说 要填塞最高法院 填塞最高法院 什么意思呢 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9位大法官 据说是保守派法官占优势 所以民主党觉得太危险了 怎么办呢 要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扩充到15人 大家试想一下 拜登任内可以任命 6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那么民主党 未来在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的人数上 不是肯定会占优势吗 但是同样 这种涉及到修改宪法的法案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 一定要得到 60位以上的参议院通过 这一点 这是民主党人 没有办法达到的目的 所以现在 2022的中期选举 受到了人口普查结果的影响 恐怕民主党觉得 在2022中期选举当中 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美国普通民众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 已经过去了 在拜登执政 我们在拜登执政过程当中 在他推出的政策当中 到底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拜登的 1.9兆的纾困法案 大家都拿到了 1400块钱的纾困金 很高兴 但是高兴至于 你有没有发现 在你身边的生活指数 已经大大提高了 今天你无论是在超市 在餐馆吃饭 跟过去的价格对比 都提高了 为什么 这是因为美国要发放大福利 所以联邦储备局 要大量的印钞 大量的印钞带来的结果 必然就是通货膨胀 大家知道 美国的利率 为什么这么低吗 就是美国的通胀指数 一直上不来 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观察 美国的通胀比例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联邦储备局 本来有个目标 是达到2%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联邦储备局的 主席鲍威尔已经说了 我们有可能要需要加息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当通胀的指数 已经远远超出 政府的预期的时候 那么加息就必须要来临 而加息会给美国经济 又带来沉重的压力 所以像拜登的政策 推出了大量的福利 导致了联邦储备局 要不断的印钞 来满足这种支出 拜登还要加税 加税之后再发现通胀的指数 在不断升高情况下 联邦储备局又有加息的压力 美国的经济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而这个局面 一定会影响到 2022中期选举 关于2022中期选举 美国的政治 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们先听听客户的声音 休息回来继续跟大家讨论 有关2022的中期选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